大家要一起努力 本港亦有多項國慶的慶祝活動 大球場現在舉行大型會演 吳遠君牙交給你講講現場情況 現在就是押軸的大型歌舞舉演 大會就邀請了十幾個歌聲 以及2500個青雪年參與 由於現在在會場的觀眾 有很多都是青少年 所以反應都挺熱烈的 不過雖然說這是壓軸表演 但輪到受歡迎程度 駐港解放軍在較早前的表演都不輸蝕 他們派出600人表演拳術 羅古武和刺殺團體操 由於解放軍從來都未試過 在香港這樣公開表演 所以他們所得到的掌聲都是最多 每一個動作都會聽到觀眾報議熱烈的掌聲 和閃過不停的閃光燈 而部分觀眾更加是為了解放軍而來 看完解放軍的表演之後 唱完國歌之後就立即離開這裡 說回今次的會演 會演在七點半就會完結 大會就會在最後發放一些財演作為閉幕 我們在這裡的報道先告一段落 究竟是否有些新聞中心 謝謝 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報道 本港早上也有聲響 大頭的是解放軍三軍儀仗隊 十七個淘寶方隊 依次序是陸軍 海軍 空軍 一隊接著一隊 超過長安大界 在今次歷來最大規模的閱兵禮裏面 六個新增加的兵種都有出現 當中包括海軍陸戰隊 武警特警方隊 比較引人注意的是來自三軍裏面的女兵 以及首都的女兵 接受閱兵的兵員有11000多人 而展出武器方面超過九成半都是新裝備 裝甲部隊是今次的先頭部隊 最新式的坦克都有展出 檢閱隊伍裏面 包括42種大型軍事設施 當中最受國際關注的就是東風31型彈道導彈 這種導彈射程遠達美國和歐洲 可以攜帶多個核彈頭 大批先進的海陸空武器 防空導彈、反艦導彈都有展出 其中飛騰2000防空導彈 射程遠達100公里 空軍方面 多種新戰機 包括由中國自己設計和製造的飛炮簽轟機 另外 亦有空中加油機 和不同型號的直升機 不少得的 是由俄羅斯買入的蘇27戰鬥機 過去十三次閱兵所展示的武器 一年比一年先進 而且還越來越多是自製的 到了今年 還強調絕大多數都是中國製造 有線電視記者胡力漢在北京報導 有軍事評論員認為 國慶活動展示最新型的武器 已經足以打敗台灣 但仍然不夠美國強勁 不過有時事評論員說 中國保留具威力的軍備 還未展示出來 有這位文明報導 今次國慶首次展出的新式武器當中 以東風31型導彈最為先進 軍事評論員馬鼎盛認為 今次閱兵顯示中國國防策略 已經由防守改為海洋進攻營 以目前中國的軍事力量來看 台灣不會夠中國打 但與美國的空軍和海軍相比 仍然有一段距離 因為它有大批的地方部隊 加上精銳的快速打擊力量 但如果要渡海去作戰 或者攻取台灣 或者修復南沙群島一些地方 它所面對的對手 東南亞各國可能弱一些 但如果對比美國和日本的海軍力量 和空軍力量 應該說就是不足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說 其實中國只是將部分較先進的武器展示 根據殺傷力 射程更遠的東風41型導彈 就沒有展示到 中國現在展出的東風31型導彈 射程8000公里 是直接到美國的西岸 現在未見到的東風41型 估計在2005年開始部署 但是技術和性能已經掌握得很好 而這個射程是會一直 死男者家族 他們全部都帶上黃絲帶低頭目外 台北市長馬英九 和救災行動總指揮副市長歐晉德 都有出席議席 今次最大規模的閱兵禮 六個新增加的兵種都有出現 當中包括海軍陸戰隊 武警特警隊 在紅豆豆的隊伍之中 亦都不少得來自三軍中的旅兵 以及首都的旅行兵 接受檢閱的有11000多人 而展出武器方面 超過九成半都是新裝備 坦克車隊就是今次的先頭部隊 最先進的坦克都有展出 檢閱隊伍之中包括42種大型軍事設施 當中最觸目的就是東風31型彈道導彈 這種導彈射程遠達美國和歐洲 可以帶多個核彈頭 而大批先進的海陸空武器 防空導彈 反重航導彈都有展出 其中飛騰2000防空導彈 射程遠達100公里 而多種新戰機都有展出 包括由中國自己設計和製造的飛炮遷光機 另外亦都有加油機和不同型號的直升機 隨著132架各種戰機在典禮上空飛過 歷時45分鐘的國慶閱兵至結束 有線電視記者江麗君報道 有軍事評論員認為 國慶活動展示最新型的武器 已經足可以打敗台灣 但仍然不夠美國強勁 不過有時事評論員就說 中國保留具威力的軍備 還未展示出來 有廖偉敏報道 今次國慶首次展出的新式武器當中 以東風31型導彈最為先進 軍事評論員馬鼎盛認為 今次閱兵顯示中國國防策略 已經由防守改為海洋進攻型 以目前中國的軍事力量來看 台灣不會夠中國打 但與美國的空軍和海軍相比 仍然有一段距離 因為它有大批的地方部隊 加上精銳的快速打擊力量 但如果要渡海去作戰 或者攻取台灣 或者修復南沙群島一些地方 它所面對的對手 東南亞各國可能弱一點 但如果對比美國和日本 這個海軍力量和空軍力量 應該說就是不足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說 其實中國只是將部分較先進的武器展示 根據殺傷力射程更遠的東風41型導彈 就沒有展示到 中國現在展出的東風31型導彈 射程8000公里是直接到美國的西岸 現在未見到的東風41型 估計在2005年開始部署 但技術和性能已經掌握得很好 而這個射程是會一直到美國的東岸 劉瑞兆又說 今次這麼大型的閱兵和巡遊儀式 背後的意義是要突出和鞏固 習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地位 有先電視記者李慧敏報導 本港早上亦舉行國慶升旗儀式 所以就…